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我又讲了相同的台词 但是事实上便是如此 今天周五收在历史的高点2008 S&P翻寒准 Ring Annibale 2008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高处不胜寒 市场也非常的期盼 下一周就进入第三周 S&P翻寒准站在2000点以上 希望大家充满的期盼 这个国家能够受到上帝的祝福 继续的往上推高 主播我倒是要来持续的讲讲 上一次所讲的 为什么股票屡创新高 但是经济的活动却是慢慢迟缓的跟上 今天要来谈谈经济活动的重中之重 就是零售业了 零售业代表你跟我70%这个国家经济的活动的消费力 所以至奇的重要 特别上礼拜是返校日的第一周 这一周是第二周 所以非常期盼市场看到好的数据 所以我们来看看几张查 请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是过去四年 XRT Retail的ETF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次到了9月份 零售业数据照好的时候 从返校日的销售好的时候 股票就持续的就推高了 今年2014年 对了也不例外 XRT从今年第二季 跌到最低点-7% 到今天为止 已经站在正1% Outstanding job 经济的活动果然慢慢的跟上来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在低价位零售业的龙头老大 WOMA WMT 可以看到今年年初 曾经跌到-9% 到今天为止 只接近-1.5%而已 所以零售业的低价龙头老大 过去两个礼拜 返校日也卖得很好 我们来看看中价位的龙头老大 Target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Target 也是一样 到第二季的时候 曾经跌到最难看的-18% 这个数据并不好看 但是过去两个礼拜 中价位的消费者重新回笼 所以回涨上来 可以看到只跌到 只跌到 Ear-2.3%而已 Outstanding job 我们来看看加州或全美国最大的Membership的Retail龙头老大 Costco 那更是不在话下的表现得非常的好 请看看Costco 原本 这个话语是在世界里面 在股票里面 有高有低 充满了Challenge 充满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在耶稣里面 你有平安 你愿意得到平安吗 请接近这赵物主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你有一些启发 有一些帮助 Howard Chen 好有钱 我们下次见